根據州府衛生部門的數字 加州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達到8155宗 死亡人數達到171人 因為病情要進入深切治療部的患者 現時有774人比昨天升了1乘6 但州府依然缺乏27,000張交互病床 郭南博特 州長紐心宣布新一輪抗疫政策 現在目標是預留5萬張病床 應付失靈肺炎患者 但他表示即使現時有進行抗疫措施 緩和感染人數的升幅 仍未足以應付下個月的疫症高峰 他指出在5月底前 需要準備至少66,000張病床 又指目前籌集到3,450萬個N95口罩 紐心宣布說 Google公司同意在全州 開放多10萬個免費Wi-Fi互聯網熱點 希望盡快令所有人都可以快速上網 從而可以盡快讓學生透過網上復課 另外州府衛生部門都發佈有關 民眾使用口罩的衛生指引 當局強調口罩只是輔助防疫 不能取代保持社交距離的作用 他又說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.ktsf.com收看